Hello,大家好,我是星星,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说你脾虚不好的话,请跟着我的视频看下去 因为这道养生茶真的是非常重要 玉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食物 玉米不但能开胃还能填饱肚子 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食物,不仅香甜可口 而且营养丰富,还有较多的粗纤维比鸡米鸡面高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用来减肥 都知道吃玉米对人体具有很多的益处 但玉米全身都是宝 除了玉米,它还有一成我们平常都把它当垃圾的东西 就是玉米须 在中医认为玉米须 胃肝,胆,性贫,归胜,肝胆,精 它致轻肾脏具有利尿消肿,轻肝,利胆的功效 临肠上主要是用来治疗水肿,小便 黄胆,胆囊盐,胆结石,高血压,糖尿病 玉米须还有引黄质,泛酸,基醇,维生素C,维生素K,苹果酸 等多种有机酸 还含有脂肪油,挥发油,塑胶,生物碱等 现代药理研究认为玉米须具有利尿 降水压,降水糖,降水汁的功效 我们单使用玉米须达不到我们最想要的效果 把玉米须清理干净 这种黑色外面的我们就不要了 只要里面的这一层 我们要把每一根玉米须充分的清洗干净 清洗之前就好加一点食用盐 泡发10分钟左右 这样子才能达到我们要清洗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柠檬 把柠檬清洗干净间 利用盐的摩擦力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接着我们再准备10克的山楂 同样的方法我们要把山楂清洗干净 玉米和山楂主要是属于中草药 两者一起食用能体现它们的效果 山楂是胃干、胃温、龟皮、胃、肝、筋 主要是健胃、消食、行气、善于 还可以矿张冠状动脉血管 增加冠脉血流量 降低心机、耗氧量 起到强心和防止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用于治疗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功效 而玉米需搭配山楂具有补益、脾胃、肥胃、 力尿、消肿、降血脂的功效 很多人脾胃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吃这种健脾养胃的食物 如果健脾功能不足的话 可以选择一些补气、养血、温中、上寒 健脾养胃的药物进行调理 所以这两种中药合在一起 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脾胃调好了 我们还要调和气血 就要配合玫瑰花 玫瑰花主要是行气、解育、活血、止痛 选择这种干燥的花蕾 其味干、微苦、幸温 露肝、脾筋 有行气、解育的功效 芳香、行气、胃苦、疏泻 有疏肝、解育、行脾、合胃 行气、止痛之功效 可用于肝、胃、气、痛、月经、布条 还可以活血止痛 肝、玫瑰花、幸温、通行 能活血善于、以止痛 可用于跌打、损伤 所以有了山楂、玉米须 我们还要加上干玫瑰花 就可以做到贫富、情绪 活血、善于、美容、养颜 三者搭配 我们熬制的时候方法也是非常的重要 但觉得说只要是泡就可以了 你泡和煎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看着我怎么做 准备一个干净的养生壶 倒入500毫升的饮用水 首先我们要先把水烧开 水已经煮沸腾了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第二步啦 玉米须一般泡水是没有效果的 一定要水煮沸以后 我们再把玉米须放下去养生壶里煮 接着我们再把山楂 还有玫瑰花一起加入进去 这时我们再煮7到8分钟就可以了 只有这样才能有它最好的功效煮出来 特别是对于止咳 论肺 亲日 化痰 对血糖和血压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如果直接充饮的话 效果是不一样的 只有皮养好了我们的身体才能好 皮的功能比较多 有免疫功能 照血 清除体内衰老的血细胞功能 有免疫功能 皮只有一定的免疫力 可以有效的剩余细胞免疫 当人体的皮出现问题 人的免疫系统就会受到影响 还能照血 骨髓在照血之后 皮就会变成篱巴器官 可以产生大量的僵细胞 以及淋巴细胞 但是皮脏仍然有少量的照血干细胞 当出现严重缺血问题 皮可以恢复正常的照血功能 人到中年以后 体内的血细胞出现衰老 蓝体皮脏内的巨氏细胞会识别吞噬 可以维持血细胞正常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的皮脏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调理好 而且一定要养好 那功能也是很多的 免疫功能 抗肿瘤功能 内分泌功能 调节肝脏多种生理功能 皮就像我们的一个中央处理器 通过养生服 慢慢的熬煮出来的味道 完全就不一样 如果直接泡饮的话 它的那些作用和功效很难释放出来 每个人的免疫都不能下降 异功能为皮脏最重要的功能 皮脏所具有的多种免疫细胞 及免疫因子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制约 如果脾胃不好的话 那我们身体很多地方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皮不好 我们要调整饮食加强锻炼 我们煮好了 调理脾胃功能 促进消化和吸收 我们还要再补充 维生素C 柠檬可以增强免疫能力的效果 非常好 适者合一 具有香气浓郁清幽 胃醇而干 具有美容 润折肌肤 理气 解育的功效 我们只要把柠檬汁炸一点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子搭配能揉干 行味 长期饮用不但能把我们的脾胃养好 还可以美龙美白减肥的功效 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身体的作用 这几种都属于药性 干瓶制品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如果说脾胃虚 水糖低 我们的玉米须一定要炒干 加入僵尸来饮用 因为玉米须是还凉的 脾胃虚弱的 尽量少喝一点 如果要喝的话 一定要煎炒 如果不煎炒的话 会损伤脾胃 制作视频不易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支持 都是我最大的动力 点击我下方的头像 还有更多你需要的视频 点击加订阅 加评论 欣欣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